大家好,我是傅妍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栽种的盆栽草莓 这个盆栽草莓呢是前几天和盆栽西红柿和盆栽野菜根一起购买的 栽种上已经几天了,现在已经缓苗成功了 春天正是草莓大量开花结果的时候 如果是想在阳台上栽种蔬菜水果 可以试试这个盆栽草莓,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还可以让孩子参与你来 我们在盆栽草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几点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是新手栽种的话呢 最好选择这种现成的草莓苗 草莓苗苗苗呢,这样栽种上之后直接会生长开花结果 如果是用草莓种子播种呢 到生长成这个草莓的幼苗 要几个月的时间 中间还容易管理不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选择草莓幼苗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比较靠谱的 我以前买过比较便宜的草莓苗 5块钱10颗若根的 看着苗也比较健壮 但是栽种下去之后呢 结出的果子是又小又酸 形状不好 或者是也可能遭遇到别人淘汰下来的草莓苗 三四年的这个草莓苗呢 结果它就结的非常少了 土壤呢尽量用输松透气性好的土壤 这个花盆呢尽量选择大一号的花盆 这样呢它的干系舒展的好 草莓才能生长的好 如果是新手养护呢 可以用直接买的这种草莓土 这种草莓土呢 是用和砂和原土这样搀配的 透气性特别好 新手养护的话呢 比较容易养好 我们尽量给它放上一些底肥 放底肥的时候呢 尽量选择有机肥 自己傲制的饼肥或者是有机肥都可以 也可以用一些干鸡饭干羊饭等等 我这个底肥呢 是放了一些干羊饭 有机肥栽种出来的草莓呢 口味会比水果店买的草莓呢 要好很多 这两颗草莓呢 直接是带着花 带着小果子来发货的 现在呢 花苗期已经过了 生长得非常好 如果是觉得这个草莓的植株比较小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草莓的果子给它掐掉 它就会生长植株 这个生长植株比较大了 然后再开花结果呢 就会比较多 这是前几天掐下来的草莓的花树 然后现在它已经开始在生长这个新叶片了 而这一盆呢 它直接是长了这个花树 里面呢也没有长这个新叶片 然后草莓呢 把它放在光照充足的地方 等到盆土表面干了 直接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在它开花结果期呢 给它补充充足的泥甲肥 可以提高它的作果率 开花率 以及可以增加这个草莓的甜度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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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